都说13箱13箱 那这13代酷睿到底香不香呢 相信屏幕前的你也有这样的疑问 酷睿处理器作为英特尔几乎一年一更新的产品 从2006年发展至今 已然经历了16个年头 而在此期间 英特尔也为玩家们带来了发挥出色的12代酷睿i9-12900K 今年永存的8代酷睿i7-8700K 以及著名的E3神效E3-1230VR 现在还在使用的玩家仅在担不掌扣个意义 那作为集大成制作的13代酷睿i 在2022年的今天 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性能体验呢 搭配刚刚发布的RTX4090 还会出现CPU的瓶颈现象吗 这一切的问题就将在本期视频中为大家全面解答 我是叶强 欢迎收看本期13代酷睿i的首发测评 其实一拿到这颗i9-13900K的时候 我就在想 发布会上所提及的最高5.8GHz锐频 是不是太激进了一些 毕竟一年前的i9-12900K 最高才5.2GHz锐频嘛 这隔代产品一上来就直接涨了600MHz 这波操作属实是不多见 CPU吃不吃的消不住 不过这散热器嘛 不仅如此 在发布会上 英特尔的CEO帕特吉尔辛格也表示 之后还会推出 睿频高达6GHz的i9-13900KS 好家伙 60%的全人类感谢是吧 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 其实除了13代酷睿i外 2022年的科技产品 就没有不靠频率提升来获取性能增长呢 例如苹果的A15到A16 MD的Z3到Z4 以及NVIDIA的3D系显卡到4D系显卡 当然嘛 除了睿频提升外 13代酷睿也有其他地方得到了改进 对比i9-12900K i9-13900K的核心线程 直接是增加了8核心8线程 差一点点就是增加了一整个i5-12400的规格 除此之外 这代工艺上也是采用了优化过的intel7制程 所以本代的混合架构 比起12代酷睿来说 也是获得了不少改进 其中能效益核的Gracemount架构 通过了专属改良 而性能P核的Golden Curve架构 则是直接升级为了Raptor Curve架构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i9-13900K的L2缓存容量 来到了32MB L3缓存容量来到了36MB 对比i9-12900K的确是有着不少进步 这样改进之后 根据intel官方的PPT展示 13D Curve对比12D Curve 单线程性能提升了15% 多线程性能提升了41% 那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下面我们就来一一验证 本次测试的平台 主板选用到的是华硕最新发布的 RG Maximus Z790 Hero 相比前代的Z690 除了CPU接口没有变化外 此次玩家国度的logo和散热RGB 均是进行了重新设计 而散热装架也嵌入了Polymo动态信仰灯效 拥有20加一项供电模组和90A的供电方式 最大内存容量128GB 支持7200MHz 提供了三个M2固态接口 和两个PCIe 5.0x16的高强度显卡插槽 当然主板上的显卡快车键也是得到了完美保留 而对比的i9-12900KS和R9-7950X平台 则是选用了同型号的Maximus Z690 Hero主板 和Crosshear X670E Hero主板 搭配的散热器均为RG龙神2代360一体式水冷 其他配件方面 内存为实陈科技的DDR5 32GB内存套条 频率为6400MHz 硬盘为悉数的SN850ETB 电源为九州风神的1000W金牌全模组 显卡为索代RTX4090AMP 除此之外 三个平台的系统环境均为Win11 22H2 来到这里呢 后面就是大量的数据展示了 这部点赞投币转发一样来一个 鼓励鼓励我们测试的同学嘛 那首先就是关于i9-13900K的基准性能测试 在CPU-Z中 前代i9-12900KS对比R9-7950X 可会是打得有来有回 呈现出单核领先多核落后的局面 但这i9-13900K加入后 情况就发生了巨别 其单核得分达到了931.9分 分别领先了i9-12900KS7% R9-7950X18% 但多核得分则是高达17049.5分 对比i9-12900KS直接实现了39%的涨幅 同样也是领先了R9-7950X8.3% 在Cinebench R20的测试中 i9-13900K依旧是获得了单核868分 多核15575分的出色全集 相比i9-12900KS单核领先了7.5% 多核领先了29% 但相比R9-7950X领先幅度稍微降低 单核领先了10% 多核仅领先5.7% 紧接着在Cinebench R23的测试中 i9-13900K的单核得分为2263分 但多核得分则是首次突破了4万大关 来到了40928分 对比i9-12900KS直接是实现了47%的领先 然后是Sandymark的Time Spy测试 从测试结果来看 i9-13900K的最终得分为20431分 均是领先了i9-12900KS9.6%和R9-7950X16% 而在FiveStrike中 i9-13900K依旧保持了同样的领先幅度 最后便是CrossMark测试 i9-13900K获得了2665的总分 其中生产率得分2410分 创造率得分2971分 反应能力得分2601分 表现均是领先了i9-12900KS和R9-7950X 幅度总体在15%到34% 至于内存方面 可以看到i9-13900K平台的读写速度 分别为10101505兆每秒和86607兆每秒 延迟为68.5纳秒 而i9-12900KS平台的读写 分别为98393兆每秒和87322兆每秒 延迟为68.1纳秒 可以说两者几乎没有什么较大的区别 但相比R9-7950X的平台来说 iO平台的表现的确是更让人讨喜 那说到内存呢 就不得不提下13代Core 依旧是兼容了DDR4内存 所以想要入手新平台的玩家们 只需要更换单CPU即可 这一点相比隔壁AMB的Zen 4平台 花费成本算是比较低的了 但对比DDR5内存而言 现阶段我个人还是更推荐大家使用DDR4内存 除此之外 13代Core对于内存超频也有了一定的优化 所以比起12代Core来说 这一代超内存会更加容易一些 对于生产力方面 我们也是进行了简单测试 在Adobe PR项目中 i9-13900K获得了1350分的总分 领先了i9-12900KS16% R9-7950X5% 而在PS中 i9-13900K依旧是保住了老大哥的地位 特别是来到英特尔阵营绝对优势的AE中 i9-13900K直接是甩开了R9-7950X接近11% 那测试完了理论性能 我们再来测测大家比较关心的游戏 由于主要测试的是CPU性能 所以游戏分辨率还是保持在了1080P下进行 在SSGO中 i9-13900K的最高帧数来到了离谱的1300帧左右 可以说又又又又一次突破了iU的点缝 而且平均帧数也有878帧 对比i9-12900K的平均833帧来说领先了5.4% 而对比i9-7950X则是直接领先了27% 接着在英雄联盟中 i9-13900K的平均帧数也已经来到了337帧 相比i9-12900KS的281帧大约多出了20% 而相比i9-7950X的325帧则是多出了4% 来到全战三国中i9-13900K的289帧相比i9-12900KS的273帧 i9-12900KS7.6%和i9-7950X16% 但来到荒野大贝克92后 i9-13900K与i9-12900KS的表现就相差不大了 几乎是处在了同一水平 不过这个i9-7950X嘛 相比两者大约差了30帧 有一种被i0死死拿捏的感觉 最后则是压力测试 利用i1-64单烤FPU20分钟 在ROG龙神2代360水冷的加持下 开始的两分钟内 i9-13900K的核心温度直接达到了100度 功耗来到了300W左右 相比i9-12900KS升温的同时又增加了功耗 妥妥的火入两兄弟 但在两分钟之后 i9-13900K触发了功耗限制 从300W降低至了253W 同时温度也降低为了88度 不过就算是这样的表现 也的确比隔壁R9-7950X的激热现象 要好上不少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i9-13900K的大致性能测试了 原本我们还想和打游戏的好手 5800X3D做个简单对比的 但由于时间有限 外加确实没有接到这个优 所以我们后续再给大家建议补充 但要说13箱嘛 13代酷睿确实很香 不过这也让我更加期待 后续14代酷睿能不能给我带来新的惊喜了 如果说i9-13900K你用不太上的话 我们也对i7-13700K进行了测试 所以想看这个有表现的小伙伴们 请关注我们的下一期视频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测试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